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的65岁从他的幼儿期到他成长大成人 以及他把自己的能力奉献给世界这样的一个过程 以及他在从他的身边的一个社会吸取思想 以及他个人巩固一个这样的怎么讲 一个人对世界的这样一个ideas 所以是说60年的统治60年的打压和镇压 如果真的是没有能够唤起 如果是真的没有赢得西藏人的藏人的信的话 那中共的这种手段是以后也不会赢的 不会赢到西藏人的这种心 那我今天想讲的是65周年 310西藏抗暴日的一些 他延伸到的一些问题 65周年他也可以说是一个人 障人流亡65周年也是说可以把一个人的身份 从另一个已经有巩固的一个认知 挪移到另一个概念 那我们现在的流亡这个社会 已经有三代和四代 我在印度的时候 我听我们的长辈说 藏人刚流亡到印度的时候 他们会说 因为他们要谋存生机 所以大家都觉得应该要种椰子 因为椰子的话容易长 那这样的话 藏人可能他们的社会就可能好过一点 那我们的老一辈会是说 不要种椰子 因为椰子要种的话 还是需要等几年要丰收 那这样的话 就说我们不会在印度待这么久 我们会在印度待一两年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家 这是我们老一辈 第一辈流亡者的这种心情 那之后他们的下一辈是说 每每中国政权 中共的首领换届替换的时候 会说 中共产生了新一个领导 那新一个领导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这种 幻想和一直希望 是说藏人可能再不过几年 可以回到西藏 那等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 我会说现在自从新冠疫情爆发 那中国就不断被世界放在了一个 Spotlight 所以是说 然后到白纸运动和中国青年的那种 想要民主 以及想要让习近平大敢大胆地说出 习近平下台这一句 这句的时候 我们这一大会是说 青年是我们最好的灵异对象 中共青年 是因为中国 以前有这样一个说法 想要让中国这个政权 想要西藏获得自由 首先要让中国内部获得自由 所以是说 我们在这一刻 我会觉得 联谊相当的重要 那青年 在境内中国 在中国内部的青年 对他们对自由的这种渴望 以及他们的这种信心 是我们觉得值得佩服 那在外的 在海外的 海外的 华人朋友 以及海外的 就是不同民族的这种 权威者和我们藏人 我们相当来说 就是私障编判成说的 我们是内部的力量 我们可以在群策群力 一起努力 然后赢得更多的外界的这种支持 从而可以真的去 改变中国内部的一个政权的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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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